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热搜十大热点第四名 结盟工程 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拉锯战之后 今年7月14号 希望联盟的领导层名单 终于在南产中诞生了 同时还宣布了他们的共同标志 恭喜老爷贺喜夫人 经过好几个月的磨合协商 再加上四个多小时的生产过程 西联四党终于在7月14这个好日子 升出了他们的领导层名单 只是当时最高层的三胞胎中 彭格Russi和President这两个职位的翻译 让中文媒体有点伤脑筋啊 来给大家快速复习一遍 整体来说 西联算是以公正党和土团党领导大局 至于其他二线领导层 基本上是按照政党公平原则来分配 每个党都有份 排排坐吃果果 哦对了 宣布西联领导层的同一天 敦马也现场跟大家正式介绍了 希望联盟的共同标志 这样一来啊 选民在来期大选就不需要区分 行动党 公正党 诚信党 或土团党的互选人了 非常简单 甘大尔是由哈拉班 更直接我们程度 要是一道岭 领导层的 不过问题来了 社团出色局认为 阿尼明明是 哈拉班希望联盟 怎么你的logo 只有哈拉班没有哈拉班呢 于是西联很快地 就乖乖地把全名纳入原有的标志 可是一等就是几个月 后来才从内政部那里得知 原来土团党和行动党是老鼠屎啊 因为这两个成员党的内部问题 注册才会一直不批 今年10月14号 西联举办了成军以来的第一场集会 爱国出道大集会 不过当时西联算是示威 还是不小心示弱了呢 虽然原本说要到场卖鱼的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加码 没有现身 也没有上演雨水泼市长的骑马 各党领袖们在台上恐莫横飞 还有多元文化的精彩演出 爱国出道大集会 热闹得像是嘉年华盛世一样 不少的西联支持者 当天身穿红衣服会 只是左看右看 这场地的空隙怎么就是填不满啊 而且出席者以中老生代为主 似乎少了年轻人捧场呢 最后西联宣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